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万公里全程赞电保养 车子保护得非常好 我们厌过 没有任何事故 只有划痕 局部补过器 肖克这种小SUV特别适合驾用 上下班带个布 而且这种小SUV车型前置前驱2.0的排量 你就别指望它有越野车的功能 但是上下马路牙子 走一个非铺装路面 尤其在停车困难的时候 它还是很有优势的 这个车的空间也比相应的轿车要稍大一些 而且它这个两项设计 后排座椅放的空间非常大 拉东西非常好 肖克的品牌认识度和保保原仰都非常大 属于市场上好开 而且养护成本低 保值率也相当不错的车型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这台肖克是2.0自动标配的火 所以配置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没有天窗 没有皮座 车主自己升级了DVD导航和倒车影像 所以基本也算是够用 内饰肖克变化不大 它的高配车型在这个位置有个显示屏 有环车影像 但是最台车不带 但是该有的东西基本都有了 什么电动门窗 电动后视镜 手自立体变速器 内饰略简 陈旧 肖克车的内饰设计 咱说实话一点都不出彩 装设设计 就是上面黑 下面灰 空间 小SUV的空间 肖克做的还是不错的 像我这个个儿 一米千 头部空间 一圈以上 膝部空间 足够后排空间 因为这个级别的车 说句实话 你也别指望有多大 但是坐四个人会很舒服 2.0的发动机 匹配CVT的变速器 动力足够 而且肖克 它是两箱的SUV 后排空间 座椅折叠放倒 空间非常大 这个对咱们家用来说 非常有意义 总的来说 这台车是比较适合家用的 虽然说岁数大点 09年的车 但是行驶底上很少 8万公里 而且刚换的轮胎 刚上的保险 7万多块钱 性价比真的很不错 好 这台肖克 咱简单的介绍到这 它的亮点是什么 2.0自动挡 SUV 是它的卖点 而且车主 刚换完四条轮胎 保险是刚上的 所以接手就能开 09年9月份上牌 8万公里 只卖7万多块钱 性价比非常好 它的缺点 可能就是很多人 对这个颜色 红颜色是比较争议的 喜欢就很喜欢 可能有些男士不喜欢 这个不要紧 如果你能接受这个颜色 这款车是个 性价比很高的 选择设行之一 如果大家对这台车感兴趣 可以关注我们 胡卡汽车公众号 回复 尼桑肖克 我们会有更多 这台车的相关资讯 为您推送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